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娱乐大爆料 王一博 迪丽热发 杨超越 许佳琪 于书欣 葛慧杰 1.王一博 王一博网传他跟杨子赵露丝眼杨小培的六姊妹,是假的。 且不说这个饼大流量能不能看上,而且也不可能有剧组能集齐三味流量,目前就是故意先蹭流量热度溜溜饼,增加一下话题度。 王一博这边澄清的比较干脆,因为他现在深更电影圈,剧圈这边班底不是特别好的都不看了。 他接下来几个月都要在人鱼剧组,下一部还没签,谈的也是电影。 2.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参加新一季的花哨,光是先导片里的内容就承包了文娱热搜的五个词条。 一会是他的微信名公开,一会儿是他碎碎念合集,很久没看热巴上综艺的粉丝当然乐意至极,认为能看到更多热巴私下的反应和状态,但也有黑粉认为热巴一点小事就上热搜,完全是综艺咖的做派。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热巴团队卖力宣传,花哨当时主客热巴,就是希望让他作为这个节目的流量担当,在对外宣传方面也会以他为主。 所以有关他的热搜词条相较于其他嘉宾会更多。 新一季的花哨配置除了热巴,还有秦海露,秦兰,新直磊等人,很多瓜友都好奇他能不能打破第二季风爽的天花板,盘活这个综艺老IP。 只能说这一季的花哨不是走护丝的那个风格,热巴已经在女顶流的位置上久坐多年,节目里的其他嘉宾都很给他面子,会收敛自己的个性,不敢在里面乱发脾气,大家主打一个有爱和加欢。 不过呢,节目里的两个男艺人都想和热巴捆绑成姐弟CP,其中年纪稍长的那个,团队已经发出大量CP通稿了。 3.杨超越 杨超越播出的剧扑了又扑,他都对拍戏没有什么欲望了,要不是为了赚点钱都不太喜欢拍戏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重操就业好好的玩一玩自媒体当博主,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拍短视频。 之前上表演课,一节课十几万,上了每次都只是当时有感觉,过了一会就忘了,后面觉得太贵自己也就不愿意上了。 4.许佳琪 许佳琪自从女团解散以后就回到了老公司司巴传媒继续发展,没有了团的资源,个人曝光更是少了一半, 再加上热度不高所以平时几乎没啥声音。 这次引起讨论是因为有粉丝对接发布长文透露许佳琪近期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因为摔伤未及时就医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现在不仅呼吸困难而且频繁高烧不退,经就医确诊为低骨错位骨盆胸椎旋转。 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但考虑到月底的女团解散演唱会,依然在继续坚持导致心理压力继续加大,每天崩溃痛哭,舆论发酵以后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粉丝纷纷开骂公司不作为无底线压榨员工艺人。 许佳琪家里条件不属于富二代的类型,参加选秀的时候也是节俭出了名的,所以成团出道后对待事业的确挺努力的。 公司眼看着热度上升也着重推了他好一阵子,虽然公司是小作坊本身也撕不到什么好资源,不过手头仅有的那点也是优先分给有热度的艺人,不过显然他后续没跟上热度,拍了几部网剧也都水花平平。 今年公司的孙真一渐渐冒头直接成为了寄居静一以外的另一有力竞争者,解散演唱会事的酒这个团最后一波有效曝光,除了那几个高位出道的成员不需要这波热度,剩下的自然都在努力排练想要抓住机会。 5.于书欣 于书欣其实并不畏惧舆论攻击,毕竟他走的本就是黑红路线。 但凡能抓住获取热度和话题的机会,他就一定会将其把握在其中。 只是这样一来挺败坏路人员的,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其事业还能起到一定的转折作用,为此他也是蛮后悔的。 6.葛惠杰 虽然葛惠杰经常骂汪峰,甚至还连着张子怡一起骂。 6.但其实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真的很难不恨啊。 6.当年葛惠杰的资质很不错,好好在模特圈子发展下去的话,是有望做超模的。 6.可是汪峰这人在葛惠杰17岁那会就不断勾搭别人,不仅和未成年谈恋爱,甚至还生下了小苹果。 6.更夸张的是,汪峰为了掩盖自己的黑料,在小苹果出生不久后,就让家里人带走了小苹果,给了葛惠杰一笔钱后,让他长留国外不准回国。 6.这就等于葛惠杰原本应该有希望的一生,直接被汪峰给毁了。 6.也别说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毕竟葛惠杰那时候是未成年。 6.王一博,录人员真的很好,是真的录人员,有来自各界的高度认可。 6.王一博的录人员真的很好,是,真的录人员。 6.观众永远比粉丝多,粉圈也只是录人而已。 7.人总是会羡慕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得不到才会发了fame的诋毁,比如气质,比如演技,比如好评如潮,再比如录人员。 7.一个优秀的青年,有荣誉,有奖杯,有来自各界高度认可,得到好多好多人的赞赏,是人人都会夸一句的了不起,很好的录人员。 7.大概是因为,人本质还是木强。 8.王一博的想法一向都是那么纯粹,那么简单,他全能但也专注,这个不矛盾,他每一点都做得很好,一般人能把一种做得优秀就很难得了,而他,只要是喜欢的,就样样都做得很棒。 8.一个不留神,就走到好远的地方去了,一步一登高去触碰的那些成就,从魅力男人,英杰会开始好像就是这样,犹豫要不要夸出口时,那些高大的标签,其实已经成了人们对王一博的共识。 8.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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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